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这个影片是轩 有看得懂我今天的look吗 有follow最近新闻的人就知道 我最近被骂很惨 整体来说 我很享受被骂的过程 我很怀念 但是 在这边也给大家机会教育一下 诶 我先坐下来 因为现在网络上面的风向呢 70%的人都在攻击我 可能有一些人会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攻击他 他马上就改变自己的观念 改变自己的立场 然后再融入大众 屈服于自己 在这边我就机会教育一下 我看了非常多攻击我的留言 在这边我还是没有要理会 因为他们攻击周明轩 那是他们的事情 不关我的事诶 我还观察到有非常多的网红 把我这次的事件当成主题 拍他们自己的影片 讲白一点就是在蹭我热度 但蹭热度本身也没有不好 因为我本人也很爱蹭 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网红们请听好 如果未来的影片 要讲到我 甚至会放上我周明轩本人的图片 我请求你 你那一集的妆法 就好好打扮一下 因为我不想别人 以一种廉价肉体的心绪 来谈乱到我这个人 你们自己的影片要怎么拍 我没关系 但如果有讲到我 你整个妆法 请稍等一下 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 你们的影片广告盈利 跟平常接业配赚的钱 到底花在哪里 为什么不播一点到制妆费呢 OK可以开始了 首先今天的影片呢 是要来赞美厂商 因为我最近呢 更有深刻的领悟就是 你这个人不好 你这个商品不好 一有缺点 我马上提出来 我马上告诉你 但是 有时候你有一些值得赞美的地方 我们亚洲人却不会 习惯把它说出来 所以我最近就教育我自己 不好用的商品 可以拍咖啡厂商 但好用的商品 也可以分享让大家知道 我今天分享的产品 总共有三个 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原生中 不可缺少的物品 如果没有它 我不会这么漂亮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的超人火唇膏 猫窩 猫窩窩 色号777 其实真的有很多人都问我说明确你的唇膏 到底是什么色号 什么牌子 但我死都不讲 因为我怕你们擦了 会跟我一样 看到没有 我就死都不讲 但我最近呢 就学习到这个课题嘛 好用的商品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真的找不到它有任何一个缺点 真的硬要硬要硬要讲 就很多人会说它很干 因为它是霧面唇膏的关系 它很干 但它很持久 我今天就是擦它 真的很美啦 我只要出门呢 擦完它 然后一整天呢 我有吃饭啊 喝东西啊 戴口罩啊 我回到家 唇膏还会留一点点在 它那个妆感是很美的 OK跟大家讲吧 这个就是 The Early的超越火全高 色号777 不要再问我了 干嘛 OK 第二个产品呢 是这个 陈皮医师他们家的 高浓度玻尿酸保虚凝胶 这个保充品 我应该已经用了三年了 我之前有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 皮肤烂了 要怎么变好 里面我就有讲到 我之前皮肤烂的时候 我就有看陈皮医师的文章 我皮肤就慢慢变好 那个影片呢 就很多人分享 在那边那种 跟陈皮医师说声抱歉 他们事后有发文 因为他们的粉丝专业 粉丝人数突然爆增 我相信那时候他们的小别 一定忙不过来 I'm sorry 他们家真的很厉害 我也没有收他们任何的钱 然后他们也没有邀请我 我真的推荐 那个医师的文章 欸你以为这个产品 我一洗完脸 我不会擦化妆水 我直接擦它 它就是精华液 它是水状的 它对我来讲就是 我让我皮肤喝的水 擦它只会让皮肤变稳定 所以如果你今天皮肤烂了 然后你擦它 你就说哎呀我皮肤变好了欸 没有 那只是你的皮肤变回 你原本应该要有的样子 擦它不会让你皮肤变好 不会有贵腹肌 擦它就只是让皮肤喝血而已 这一天我真的囤货超多 OK 最后一个要再美的厂商是 香磨的0.01保险套 这个保险套呢 很薄 我不忍心打开 因为我只剩一个了 它一个好像要一百多块 蛮贵的 但如果你是喜欢享受 高品质的性爱 我觉得你可以带它 因为它真的 再怎么讲 你们也不会经历跟我一样的相同经历 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的感同身受 另外一个人 他感受到的经验世界 就很像这次很多人攻击我一样 因为大部分的人 不会跟我有一样的相同经验跟行业 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们不会懂拥有一个舞台的热血感 跟被泼了冷水之后的失落感 他们catch不到 我也不怪他们了 我不多说了 OK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三个好用厂商 请你们继续存在 不需要停产 你们很棒 我们家Troming好可爱哟 Troming 你先给大家看一下你再走啦 很多人说我会虐猫 我真真的不要闹了好不好 我愿意跟大家讲 我只是很常跟他吵架 但我们两个很厉害 我们早上吵完 晚上他就会来找我和好 或者是我找他和好 OK 别走 OK 这影片就到这边 说你们可以吃进去 OK 我也就关心那边 什么事 goodbye 拜拜 嗯